退去之後 一直要處於一種壓迫的狀態 然後你才會呈現一種 可能很絕望或是倦怠的眼神 然後我記得有一場戲就是 導演要 他們大家跟我對戲的演員走了 要補我一個人的畫面 然後就是 很壓迫很壓迫 然後到 再也受不了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過程其實很變態 因為大家就在旁邊這樣 等著你 等著你 那個 等著你壓迫 對 然後沒有人來壓迫你 你要自我壓迫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想一些事情 把裡面跟靈魂推到一個角落 覺得 然後 這樣子 然後拍完之後 又回到現實 我們再來一個拍 剛剛那個什麼 我們要換一個鏡位 然後我就覺得 還要再來一次 再去那個角落 導演聽到了 他們真的很 沒有 我的意思是導演都很狠 所以拍完之後 我們就很可能也整了導演 對 好刺喔 你們怎麼整的 我們也是想很久 也讓他壓迫 但是因為導演有心理 導演有心理準備 把帶子洗掉 我們一定會整他 你知道嗎 帶子 然後走掉 然後 還好我們台灣的詐騙集團 都滿先進的 我們學了很多經驗 要迂迴的鋪牌去騙他 所以我就開始講說 我們這場拍完之後 因為大場面很多人 零演 零演很多 然後我說 開始玄玄講說 他接下來要去哪裡做音樂 然後我要開始巡迴演唱會 誰都沒有空了 但是一直在鋪牌 然後還要今天都拍完了 然後最後我們那收音師 就是在收 收音師也加入啊 買通 他就主根 他說我們說 那你可不可以說你的收音 出現的問題 今天收的音全毀了 太好了 然後那收音師想想 導演現在防衛心很重 他一定不會相信 他說我想辦法 結果我們自己也沒有心理準備 他就跟大家說 對不起 我要先收一下現場音 他就背著他的機器 收一次 好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想說 他到底要做什麼 他走一走 跌倒 就摔下去 他說 他還嚇一跳 然後他說沒事… 然後大把扶起來 他就說 我去檢查一下機器 我們就應該開始了 應該開始了 導演那個人這戲拍完之後 我可能都沒有騎了 我們什麼時候 我可能再回來要幾個月之後 類似這樣子講 然後他跑來跟導演講說 剛才受的音全毀了 那機器摔壞了 音卡出現問題 不是 那你們這樣 也把那個錄音師 壓迫到一個角落 他必須要這樣演 那錄音師是跟我講 交給我們這樣 你真的很開心 那些都是摔跤什麼都 他自己安排的 對 他摔得很好 後面再繼續演 劣姐出來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會這樣 劣姐也演啊 對 然後導演看到劣姐 好像發脾氣 他一眼 劣姐不要生氣 現在還在側拍 我們以後現場花絮側拍 因為你經過這次經驗 下次人家整理會更狠 他們不會不整理 只會更狠 夏宇喬 你覺得演感情戲 有什麼困難 我 我覺得 尷尬是一件 我很困難的事情 尷尬 尷尬 是什麼樣的戲 就是 如果我跟這個演員不熟 然後我一開始就要跟他是 比較很親密的狀況 我很尷尬 我一開始跟石頭哥 其實一點都不熟 然後因為他又是天團 我其實有點害怕他 對 我又覺得 因為他又 其實他私底下不太說話 他有點安靜 我想說兩個這麼尷尬的人 第一場戲就要訂婚 也太尷尬了吧 但還好後來 因為導演有事前安排 那一個月的拍戲 然後有拍了很多我跟他的 怎麼認識 他怎麼跟我求婚 所以我們有一些累積 後來在真正拍的時候 就比較還好了 不然我覺得感情戲 我覺得最怕尷尬了 我跟你講我遇過最尷尬的是什麼 我要拍個W2戲 女主角跟我搖 哇 生火 你知道尷尬在哪裡 攝影師是他男朋友 真的假的 好尷尬喔 他的手也 要不要上 還偷瞄攝影師 還試一遍 已經在試了有沒有 他已經在試了 而且他是軌道我們圓的嘛 那兩個好像很浪漫的海邊 然後生火要搖 然後導演說 我跟你講你搖啊你就這樣 然後這樣這樣 我說 你跟他講啊 你跟我講幹嘛 這很尷尬 而且攝影師他就從頭這樣 對啊 亂尷尬那個手 好吧...就 比如他腿 拍出來還以為軌道在抖 其實攝影師要捏拳頭 對啊 而且他腿在那邊 你手又不敢碰 就插在那個... 插裡面 感覺好像是這樣抱住 哇... 然後起來 然後打起來 再來一個 你不要再... 這個很尷尬 這個是很可怕的 所以說麻煩攝影師 不要跟女主角在一起 好不好 來 今天要跟各位談一談 各個不同年齡的男人 說我愛你 他們的反應是誰 真心話是誰 來 二十歲的男生說我愛你 二十歲的女生的回應是什麼 你們覺得是誰 我也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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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心情是我也愛你 當時就是一定... 張小鮮覺得是我也愛你 張小鮮 我也氣 我也愛你啊 那二十歲的男人 他真心話你覺得是什麼 我愛你的身體嗎 是這樣嗎 我是代表小康說出... 誰 是你講的耶 現在要注意我的形象嘛 覺得我還是賴油的兄弟嘛 對不對 那導演呢 你覺得二十歲的女生回應應該是什麼 當二十歲的男生說我愛你 因為我今天通常是女生先講的耶 二十歲的時候 你帥...好不好 你帥... 對啊 那心態是什麼 你覺得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當我們跟他講我愛你的時候 應該是很開心吧 因為你是... 那個年紀聽到的時候 應該是很... 滿足的 所以他的回應也會是... 我也愛你之類的 對 我也愛你 他應該相信對不對 對 YES 真的 女人的回應是 我也愛你 煞 單純 單純 單純... 不能說煞 但是呢 二十歲男人那時候心裡想什麼呢 只有二十歲 天啊 你真的很厲害喔 二十歲 我真不知道任神奇 你這個腦子怎麼這樣子 四十歲男女真心話 孫逢一旁說風涼話 四十歲男人說我愛你的時候 四十歲的女人的回應是什麼 沒有問題啊 我跟老婆講我愛你 她說你今天到底沒有什麼事情 常常說四十歲的男人剩一張水 心都在外面 水流在家裡 二十歲男人 那時候心裡想什麼呢 二十歲男人 只有二十歲 天啊 我還是二十歲啊 二十歲 我真不知道任神奇 你這個腦子怎麼這樣子 我心裡是跟我的身體 二十歲 很好 很好 像我們剛剛三個人 沒有拆開之前問我們三個人 我們都說 其實我是真的愛你 我們三個都這樣 只有你跟妳講是 其實我愛你身體 沒有問題 是這樣嗎 請客 沒有被婚姻擊敗 很好 就是這樣 對 三十歲 好 厲害 好不好 那當三十歲的時候 男人說我愛你 你們覺得三十歲的女孩 會回應什麼 他是也愛他嗎 還是 就我愛你 當下狀況 當下狀況就是我愛你 你會覺得 可是你已經三十歲 對 你怎麼了 跟剛剛差十年了 你覺得 你覺得是你怎麼了 對 對你今天怎麼了 有 一定有別的事情 有點想法 女孩子 下狀況 你覺得 應該會說謝謝 謝謝 你這麼冷靜嗎 你在做生意 就謝謝 謝謝你愛我 受過傷 受過傷 十年了 然後你覺得呢 三十歲的女孩 她們心裡的回應是什麼 應該會想說 對 你為什麼今天那麼浪漫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定有事出有因 對 對 小綺 要回答哪一個 真心話 做了虧心事 必須要先 彌補一下的感覺 做業績就對了 對啊 小綺 你現在想法好前衛 好怪喔 為什麼我來這個節目 都怪怪的 謝謝 好 每一個人認為說 你怎麼了 對不對 喝醉 像你的意思 你怎麼了 對 可能你喝醉了嘛 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還是怎麼了 對 發生什麼事 可是呢 我們內心中真的想什麼呢 也不是心甘情願的 這是網路上大家 反應很 很熱烈 都認為是這樣 就三歲男生 那時候已經有被 三十歲了 對 他就必須想要有一點 結婚的壓力 好 這時候厲害了 到四十歲 現在四十歲 四十歲 四十歲男人說我愛你的時候 四十歲的女人的回應是什麼 你有問題 你有問題嗎 那什麼 我們現在講我愛你 被女人講說我沒有問題 沒有沒有 我跟老婆講我愛你 她說你今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她覺得我是那個心虛 那你做什麼事情 應該是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是發自內心的 你有吧 我沒有 你有 沒有 沒有 我今天沒有 現在沒有 我就是一時心血來潮 我覺得很愛她 我就說了一句我愛 OK 對不對 那四十歲男人說我愛你的時候 四十歲男人真心話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準不準 我還是會保持那個 至少你二十歲的時候很準 至少你二十歲的時候很準 我愛你身體 四十歲你還愛身體 我愛你身體 四十歲 我就很愛 好厲害 好厲害 接下來 我現在活著回去了 四十歲以後呢 我們就比較難猜 但是四十歲女生 她們回應什麼 好奇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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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做虧心事 她太太就是這樣對她 真的 還不到 她四十歲吧 還不到 她還不到 她早熟 對… 被你弄的 突然買禮物她們也懷疑 對不對 對… 真的 不過她也三十八了 這樣子弄自己老婆 那這時候我們現在聽聽看 對 是 什麼 這句話題好狠喔 其實這一題是絕對很答的 真的喔 不是 沒有 還好我沒有亂回答 對 對 真的 這個好狠 這好狠 我更愛外面的小三 四十歲喔 但是不是說四十歲一定有小三 像我們都沒有 不要誤會 一般來講市面上常常說 四十歲的男人剩一張嘴 其實不只 對… 心都在外面 嘴留在家裡 不是 你這樣講什麼四十歲 我四十幾嗎 我們快五十了 沒關係 好 那我們看五十歲講什麼 來…五十歲男人說我愛你 五十歲女人回應是什麼 我現在大家都沒有這個經驗 我們來看五十歲女人回應是什麼 五十歲 你是不是要被隱瞞我 就是沒有時間了 五十歲 五十歲 你怎麼了 癌症 五十歲有沒有 要不然那個 力不從心的時候 只能用講的 聲音當 五十歲男人 身滑 變輕輕 其實 我跟你講 你們這些網路的人 對 不準 弱 二十歲已經是三十歲的時候 就身滑了 其實這個… 這個就不準 這個時候男人 這個時候真心話 我愛你 這真的是我愛你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在下再不講話 以後誰推我們出去曬太陽 對 誰幫我們拍塔 好可憐 好可憐 我們已經在那邊看過 阿姿海莫鎮 講也講不知道是誰了 早點講 早點講 多講一點 對啊 這過了我講完就 講不出來了是不是 對 好 到六十歲了 可怕了 男人說我愛你 女人回應 六十歲女人回應什麼 早點去睡吧 退休很 很險 退休很 無聊 健康喔 退休很健康 然後我們的男生是 是不是 只剩你還願意照顧我 真的 真的耶 明天可以去曬太陽嗎 可以在那裡 有沒有 這個就是這個 網路上大家認識 我覺得裡面唯一不對 就是這個 升華成親情的愛 其實喔 結婚到了某一些年 年限的時候 就已經 早就已經升華成親情的愛 不會到五十歲才升華 應該是 有了小孩之後 小孩子佔據夫妻 絕大部分時間的時候 那個關係就開始改變了 非常明顯 對不對 小齊 人是會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然後可能會佔用到原來 兩人世界的更多的時間跟空間 嗯 但是那也是一個相對的付出嘛 嗯 在成長的軌跡中間 有新的生命來填補 原來你會 忽略掉的那個時間的空間這樣 嗯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其實 就這樣 去変禮 去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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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変身